各位观众 早晨 欢迎收看药材财经台 和大家一起看看昨晚美股的表现 美股连续第六日下跌 美国联储局主席白蓝克有关经济复苏放缓的讲话 持续困扰投资者 令市场跌势加剧蚕食了今年绿德的升幅 纽约杜瓊斯指数收市跌了21点 收报12,048点 彼准普议500指数跌了5点 收报1279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了26点 收报2675点 另外看港股在美国预托证券价格方面 汇控跌穿了79元位置 收市跌超过1% 收报78.57 中石化升了0.39% 收报7.5 中联通方面轻微上升 收报16.63 中石油方面跌了接近1% 收报10.82 有途易 另外中海油轻微下跌 收报18.64 中国移动跌了0.59% 收报69.68 中轻方面 收报6.73 跌了0.54% 国寿跌了0.63% 收报26.13% 另外,欧洲股市方面普遍下跌 倫敦富士100指数收市跌55点,收报5808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收市跌43点,收报7060点 巴黎克指数跌33点,收报3837点 另外,油价方面 石油输出国组织未就增产达成一致意见 加上美国上个星期的原油库存,以外地大幅减少 纽约油价上升1.65美元 收市报每桶100.74美元,升幅接近1.7% 而伦敦布兰特旗油升1.07美元 收市报117.85美元一桶 另外,金价表现受到美元回升和联储局主席 巴黎克暗示不会再有新一轮刺激计划的影响 金价是持续下跌的 纽约8月期金收报每盎时1538.7美元 下跌了5.3美元,跌幅是0.3% 另外,看汇价表现 联储局的鹤皮书就显示 美国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 显现出一个减速的情况 兼且房屋市场依然疲弱 加重市场的担忧情绪 受到市场的避险情绪增加影响 在纽约回市之下 美元受到避险买盘推高 欧元对美元回落到1.46以下 看看回价走势 港元7.7825 日元79.866 欧元1.4603 英镑1.6404 另外,瑞浪0.836 加元0.9792 澳元1.0654 樓元0.8239 另外,看国库债券方面 十年期的支息率在2.96里 而三十年期就在4.2里 市场消息 美国联邦署被委员会发表的全国经济调查报告 指出 美国经济复苏的势头持续 但有多个地区出现复苏的减速迹象 学皮书说到,纽约、费城、亚特兰大和芝加哥等地区的联储银行认为 当地经济复苏出现减速 而且有达拉斯地区主被银行认为 当地经济复苏加速 其他地区认为复苏势头稳固 报告也说到 多数地区的工业生产继续扩张 大部分地区的生产扩张势头放缩 另外,巴西央行今早宣布 加息25点指 指标利率达到12.25 此时,加回给Alita 继续听环球股市的表现 谢谢,Nicole 介绍我新的嘉宾 就是来自我们要材证捐 研究部分析员 李卫衡小姐 Hannah,你好 你好 说回QE2 究竟对实质经济的影响有多大 大家都一直很存疑 这一次,巴南克表示 对QE3是住口不提的 我问一下Hannah你的意见 你觉得QE对重振美国的经济复苏作用 实质性有多 你说QE对提振就业和楼市方面 似乎的关系性不是太大 看起来,无论是QE1还是QE2 看到推行之后 市场资金虽然是反满 利率虽然跌至历史以来新低 但似乎在楼市方面 交图仍然是比较疲弱 楼价也有反复下跌沉底的形态 仍然持续 所以你说基本上 而另一方面就是说就业率方面 虽然你说稍有回落的一个迹象 但似乎仍然是维持偏高的水平 你说最新公布的失业率 基本上已经升到9.1% 其实距离历史高位是超过10% 其实不算是相距得太远 意味着基本上整个就业势头 其实都仍然是 相对来说的增长是疲弱的 你说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看回QE 对整体经济复苏方面 似乎提振最弱就不是太大 正正因为 其实看回两者之间 未必会有一个太大的关系 令到就是说联储局官员 在推行新一轮QE3 即是市场不眼中期待的QE3 似乎就未有共识在 而再看回本身来说 联储局白林克推行QE3 似乎仍然是比较审慎 因为当市场上 再有这么多资金流出的话 尤其是说现在美国方面 财务状况这么差 负债这么重的话 其实对美国政府来说 未必是一件好事 联储局白林克不提QE3 看到油价方面 也是飙升上回100元以上 石油输出国组织 没有达成增产协议 刺激到油价上回100美元一桶 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纳米 形容 这是油组其中一次最差的会议 而其中12个成员国内 有6个是反对增产的 而沙特原本建议由现在每日 2900万桶的供应 增加到3030万桶 即是每日增产130万桶 今次就决定不增产 下次会议要等到12月 即是半年之后再有这样的会议 其实这段时间来说 这半年 油价会不会飙升得很厉害呢 你说看油价方面 近期来说短期内 其实我自己预期 都会在94元至104元这个区域 即是横行 其实基本上 看到虽然你说 即是美元疲弱 以及油组方面 不增产的消息 可以对油价方面 短期内有一个提振的作用 但是毕竟看市场仍然忧虑 在中国和美国方面 即是两大石油消耗过 经济增长相对来说是比较疲弱 这方面都会影响整体方面 石油的需求 所以你说看短期内 石油仍然会在94元 和104元这个框框 就是横行的 或者看有一个是油价方面 有一个是突破的话 似乎要等下半年 看一些中国的经济数据 会不会做好一点 到时再加上 就是看回 美国当你停了QE2之后 会不会有另外一些 额外的振兴经济措施呢 如果有的话 相对来说 对油价方面 那个提振作用相对来说 会比较大 当然你说看回 就是今年底 至明年第一季来说 其实油价是有机会 重上了 接近115美元一桶的一个高位 好 看回能源资料协会 上星期美国原油的库存 是减少了485万桶 是去年12月以来最大的一周跌幅 另外金价方面也是下跌的 问一下Hannah 金价方面怎么看呢 是否其他的贵金价 都是全线偏远呢 是 你说看回金方面 看到早前来说 相对其他商品 是做得比较好的 其实接近历史一个是新高 其实看回 为什么会推升金价来说 最主要原因就是 本身来说 欧债危机 似乎到现阶段来说 还未有一个很明确的 舒缓的一个情况 避险情绪这么高涨的时候 只不然会推升金价方面的表现 所以或者相对其他贵金价来说 金价其实都会呈现大涨市汇的形态 你说今年方面的目标价 仍然是维持1600美元1盎司的水平的 好 谢谢Hannah 那我们都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来 有开市感浪的环节 再和大家看看其他港股 和内地股市的表现 看看恒指 跌33点是开市的 没有呢 22628点 其实距离250天线 是差十几点 国企指数跌38点开始 12543点 期指跌8点 22552点 低数80点 成价有3300多张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开始感浪 再和大家见面